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朱棣即使再有才能 碍于儒家的礼教 朱元璋也不能将皇位传承给他 而是给个性比较懦弱善良的长子朱彪 朱元璋是个比较抠门的人 在明朝做官都比较惨 因为俸禄很少 藩王就不一样了 藩王的薪水俸禄是很丰厚的 朱元璋是个没背景的人 他白手起家 没有任何家族势力帮衬 所以他成就大业依靠的是兄弟 镇守大业依靠的则是家人 这是古代小农历史一旦发达后 最根深蒂固的观念 外人哪有家人心 一旦出了事 还是自己家的人 这些家人中 最亲的不是自己的堂兄弟 叔外兄弟 而是自己的儿子 明初有这样一种规定 皇子封亲王 会给予他大量金宝 岁 陆万石 户位也会配备至少三千个 最多更是可以达到九千个 他们都隶属兵部 夏天子一等 大臣军英拜业 修得无礼 朱棣在心里一和气 留在朝廷不划算 不但没钱拿 还被防来防去 不如到封地上去 还能顺便培植自己的势力 朱棣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也想不到他会是未来的皇帝 他想到最多的是眼下的利益和他自身的安全 天高皇帝宇 在北京比在南京 对于他而言更安全 当朱棣在北平就发的时候 他才二十岁 是个非常年轻的皇子 他也很有军事才能 在他镇守期间 参与了北方的一些军事活动 像制服蒙古乃儿不发的 在一次次真枪实战的锻炼中 他的语意逐渐丰满 天不用朱元璋 他虽然年轻时候经历了风光 也干掉了陈九亮这种强大敌人 但他的晚年却成了孤家寡人 不但朱镖去世了 而且他看中的皇位继承人都离他而去了 所以他只能选朱 允文这个皇长孙当皇帝 这也是他一直期盼的 当时一句好皇孙 让他选中朱允文 在他的心里 皇位早晚是要传给他最疼爱的孙子的 但他需要燕王 只有燕王能帮他镇守北京 抵挡蒙古进攻 朱元璋对朱棣用之越切 提防之心就越重 他既想让朱棣帮助朱允文抵挡蒙古铁骑 又怕他势力太大 朱允文无法镇压 所以朱元璋一确定皇位人选之后 就马上在朱棣身边安插很多内奸 秘密地监视着朱棣 后来朱元璋选中的眼线也一摊而去了 朱元璋彻底病倒了 在垂危之际 他叫来自己的亲信 说了一句含糊的话 他喘息着抓住亲信的手 努力地说了四个字 他说 燕王已病 这话很明显 燕王已经必须要根除了 病 要根除 中国的文字还是博大精深的 朱允文也听到这句疑言 但他并无反应 在他善良的头脑里 也许认为没人会是坏人 他不会想到朱棣会害他 毕竟 朱棣是他的亲人 随着建文帝消贩令的下达 而燕王又有姚广孝不断穿着和出谋划策 终于决定反了 造反是有风险的 但朱棣无疑是幸运了 他一次就成功了 那么姚广孝是何人 姚广孝是聪明人 当时朱元璋启示有刘伯温 朱棣启示有姚广孝 这个姚广孝一眼看到建文帝内部的破绽 大臣跟他冒合神礼 他们之间矛盾重重 也就是说如果朱棣真的启示 只要将满开得合适 大臣们没理由死磕中晕着一条 反正换个军他们也一样种 朱棣学着当年朱元璋步步为零的战略 对北京开启疯狂自杀式的攻击 果然 中央军不战而溃 而被朱元璋托付以重任的驸马就是个废物 结果朱棣一路登上皇位毫无悬念 最终朱棣开启了繁荣的永乐时代 而朱与文则在一场大火中下落不明 成为千古的遗憾 历史就是这样 成王败寇 历史上对道德的分配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强者为王 历史并无真正的公平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